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届 第一次会员大会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 看到协会终于成立 薛家居好开心 希望让全台湾的听障朋友一起来 将程度提升到一定水准 日本 台湾 韩国 亚太地区的朋友彼此交流 让听人知道 我们和他们程度相当 成立协会的另一个重要推手还有他 魏伯伦 拥有英国硕士学位 具有国际视野 也因为有他为台湾搭起和日韩听障棒球交流的桥梁 两年前促成了台日韩中四国在南韩首尔的亚洲听障棒球大赛 而这是台湾听障棒球第一次主队出国比赛 当年以14比0玩封中国的投手陈建復 一直到终于有专属听障棒球协会成立 马上就加入了会员 我在云里 云里加价没有了棒球啊那些球 很少有我一个 我很希望棒球队 那些球队都有 我还要进入 进大点位 除了给听障朋友多一个运动选项 并整合各县市听障棒球队资源之外 协会成立的目标就是再续2008年的盛况 让听障棒球国际化 将棒球项目放在亚太地区比赛 希望在奥运中有棒球比赛 积极招募听障好手加入 协会也欢迎听人入会来指导 因为听人的技术 培训方式 值得我们学习 如果只是我们听障自己 在打棒球交流 可能就不会进步 开放的态度马上就收到成效 如果我们在办一些比赛的运动的时候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比较的球技 然后就这样的球技 协会成立第一天 中华职棒大联盟就送上大礼 日韩代表也都给了祝福 觉得台湾还要在培训 有听人指导会收获很多 经过指导加上经常不断的练习 就能参加比赛 我回去韩国 要向他们宣传 告诉大家可以来台湾一起比赛 比起日本40年的历史 韩国也在三年前成立的听障棒球联盟 台湾虽然起步晚了一点 但是相信靠着这群热爱棒球的听障朋友的推动下 很快的就能够打响台湾听障棒球 记者程修林 郑凯文台中报道 其实台湾能够成立听障棒垒球协会 日本韩国的听障棒球联盟 给了很多的建议 您知道这两个国家棒球的比法吗 我们现在就请日韩两位代表来为大家示范 韩国的棒球比法是这样 食指代表球棒 拿球棒挥出去 而日本棒球的比法 棒球 棒球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工作有关的手语 我对造型设计很内行 手语的结构是 搭配 设计 我 技术 熟练 造型的比法 两手指尖接触 想把东西摆在一起搭配看看 变化不同的搭配 可以引申当造型的意思 我对造型设计很内行 搭配 搭配 搭配